在联邢总部中山堂举行 由联邢总司令刘广凯上将主持 会中刘总司令首先颁奖给推行 欲望再举运动的典型单位 机优单位 摩扇军官 工程师 和全军涉及比赛 团体和个人的优胜人员 刘总司令并且勉励全军官兵 要全力追求具体成效 共同迈向科学化 企业化的目标 大会之后 全体受奖的人员并且合影留念 今天连行的庆祝活动 有排球比赛 今天中午并且有观念 同时参观连行的业务陈列馆 下午并且举行集团接触